新竹教育大学的媒体社会课程 连续两年来到新竹正道有线电视参访 透过经验分享与实际体验 更加了解在地电视台的运作 提前了解业界生态 观察地方台的运作模式 今天来这边参访一方面 就是也让我了解到 就是凯博在很多部分他们节目的制作 那还有他们摄影棚的环境 还有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理念 然后可以实际上看到这些 就是我们可能在学校 比较不会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蛮珍贵的 我想有必要让我们媒体社会课程的学生 能够真正的了解 有线电视媒体是在怎么样的运作 当然在过程中去了解一下 自己跟本身社会之间 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应对这件事情 来采访的大学生们 听完经验分享实际走入摄影棚 一个下午的时间 不仅了解正道的理念与运作模式 新竹正道有线电视业务 也与大家分享有线电视数位化的目的与好处 那这次学生参访呢 我们也向学生介绍了 机上盒的一些功能与方便性 也借此向学生宣导 家里如果还没安装机上盒的话 要尽速安装 那尽早安装可以尽早享受优质生活 那新竹广大的新竹市民朋友呢 家里如果还没安装机上盒的话 也请播611-3338 611-3338 我们将立即为你预约安装机上盒 新竹正道有线电视长期热心工艺 关心地方 也时常与学校交流 透过互动不仅倾听大家的想法 更让民众了解正道的理念 期望友善的循环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开阔新竹综合报道